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我们在学八字的时候 总是会听到一句话 我八字缺火 我八字缺金 好像缺的这个字就代表了很严重 其实各位你要记得 缺他不代表没有 缺他代表的是什么 平稳 因为生不到他也同样的会刻不到他 所以各位你就要清楚的知道说 其实缺并没有像大家所想的 一定就很差 而且假如以你们所讲的缺什么 那个就没有的话 各位你是怎么出生的 你都是父母亲结合以后所生下来的 所以在这一种国籍之下 每一个人必定要带一个财一个印 这样子才对 否则你是要怎么出生 可是在八字里面有很多没有财没有印的 所以各位 这一个就是我们常讲的缺不是没有 他是一种不上不下的一种情况 就是平稳 因为五行生克 生不到他也克不到他 所以当缺的这个字不在的时候 他是平稳向 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等他出现 他出现了以后就开始会有所谓的深刻现象 假如这时候他是受伤的 那就是不好的一种情况 假如这时候出现 被生了 那就会变得很好 所以各位从刚刚的讲法里面 你就会知道一件事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回到五行深刻上面去看 所以当这个东西他没有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生不到他 克不到他 就是平稳 当他出来的时候 就要面临到所谓的深刻现象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八字无财 可是当财没有出现的时候 他的财运还算不错 可是一旦财出现的时候 就是乱七八糟的现象 就是因为当他的财出来了以后 就要面临到五行深刻 而他的五行深刻就是被刻的情况 所以当财运出来的时候 反而是大破财 所以各位要记得 缺东缺西不可怕 等他出现 看深刻 被深就很好 被刻就很差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别忘了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